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日我們的嘉賓是張炳權博士 炳權 歡迎你 好開心 很開心可以請你來聊聊天 因為我知道你最近很忙 經常都忙 我知道你經常都忙 但有一個你要做藝術統籌工作的戲組 我知道是新亞書院60周年 一個致興的題目 今年是2009年 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 亦都是香港一間很重要的書院 叫新亞書院成立 其後就成為中大的一個成員學院 今年亦是60周年 一班畢業生在一個組織的領導之下 即是我們的校友會 去搞一個戲 去致興 這戲的名字叫做《珍重星光》 大概說的是什麼 《珍重》是新亞孫的校歌一句 即是《珍重星光》 《開山順地報好聽夠面》 最後就是《珍重珍重》 《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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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也知道是一個政治的變化 社會的大變 一班讀書人 即是錢穆、唐君毅 這些大儒者 就在內地來到香港 在香港希望有一間書院 去發揚 去肯定一些中華文化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沒有偉言 在1949年轉折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擔心 中國的傳統文化 在內地 是否還可以發揚的機會 所以香港就做這件事 所以《珍重星光》 可以從很多種角度的理解 所以其一就是 我剛剛說 奸險我奮盡 困乏我多情 所以是千斤淡指 兩肩跳 是一種這樣的使命感 當然也有一種 就是手空空無一物 即是說是沒有東西的 但仍然是奮盡不懈的精神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中大成立的時候 或者新亞也好也好 全香港只有一間大學 就是香港大學 所以是否需要有一班人 去做一些重要的事 令到文化得意 繼續發揚光大呢 這個戲好像不止 某幾位是一同一代的 新亞的人 好像是橫跨了很多代 是嗎 可以想像 60年的遠慶 從50年代初已經有畢業生 到現在2009年 所以60年裡 我們都希望能夠聯繫到不同年代畢業的同學 都有份參與 當然沒有可能全部人來 但是就盡量去 盡量去 盡量找到一些對戲劇有認識的 或者有經驗的 來一起幫忙 所以我們現在來說 都算是不少人參與 這樣才有意思的 是是 變成真的不同年代的校友 一起做一些事 我算是比較老的一代 但是仍然會是 50年代畢業那班人 我們就會去做訪問 也都曲折地 用一些故事去包裝他們那個年代的故事 但是這部戲說的 不僅是說新亞書院裏面的事 剛才說到新亞書院成立的時候 就跟整個時代 中國的巨變分不開 事實上 裡面也都提到 他們在50年代初 那些學生在香港搞新亞夜校 在香港比較窮困的年代 怎樣幫一些失學的家童 去搞平民的教育 然後去到70年代初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學運的年代 有些人叫做火紅年代 有些保衛釣魚台運動 中文法定語言 有些很多很多 就是反貪污足割拍 有些工人運動 那戲也都會說那樣 到80年代中到末期 也都知道 跟中國的民運有關係 所以不同年代 也都有不同的社會的原因 是參與在這裡 算不算是一個史詩式的劇 希望是的 那你是扮演藝術統籌這個工作 對 你實在要做些什麼 很大 很冷凍 從去年 現在是09年的11月 在08年的8月開始有這個二年 一開始我已經參與了 去做組織 去找一班人回來 去談 去令到從無到有 從零開始做訪問 談 煲巧 到拉美劇本誕生 然後找一些人 找一個好的導演 然後由導演去接 下一個階段去排戲 基本上我就不去排戲 有類似一個劇團的藝術總監 去定劇目 去籌備劇本 然後把文本交給導演 然後導演排戲的時候 我有空去給意見 去看著戲 一路一路成長 是 但是新亞書院 本身是沒有一個劇社的 有劇社 有 在校友劇社 在校友畢業之後 也有一些校友成立劇社 70年代的時候有志群 其後80年代又有糊塗戲班 80年代又有糊塗戲班 所以這兩個比較重要 比較有名少少的一個校友劇團 還有其他不同也有的 當然也有一些校友畢業之後 自己教劇團 最有名的一個 譬如陳炳超 鄺維立 他們都有搞另外的團體 現在譬如胡海輝也是新亞畢業的 所以不少人 但是這個戲應該不是一個團搞的 所以這個臨時的組織 臨時是找不同年代的人一起搞的戲 我的問題其實是這件事 它不是一個固有的劇社 不是 只是為60周年這件事工去完成一個戲 但是會不會 其實你們會想長遠一點呢 因此而開始 即是新亞 開始變成一個 校友會劇團 變成一個劇社 會不會 看一看 這是不容易的 因為實際上 每個人都有自己本身工作的崗位 剛才說參與這個戲的一些比較重要崗位的導演 也有自己本身的工作要做 其後 戲做完之後 是否能夠 或者是否會有議員搞個團 這個是好話 有些是要水到渠成的 是 因為我知道中大的戲劇人 即是人才仔仔 不少的 其實真的很值得 既然有這麼好的開始 其實可以再做一個劇社 但是現在 譬如說 綜合了幾代的中大新亞的人 戲劇人 排練那件事 會不會有些不同的火花 會拆出來 肯定會 我們的導演 是 新亞書院做 04年畢業 物理系 剛剛 新春熱辣就是 演藝學院的導演系畢業 陳卓威 他就是說 是中大學友 專業訓練出來的一位導演 他也有很好的導演的旺跡 由一位 比較年輕的導演去導 也有一些不同年代的人去編劇 我是總其成 但是實際上真的要落手編的 是有三位不同年代畢業的校友去編 分別就是方敬生 然後就是黃遠芬和鄧惠儀 鄧惠儀最年輕 鄧惠儀都是千禧年代畢業 所以也有些演員很多 就年輕比較資深一點的 比較就是李金鍾 是我們新亞校友會的主要領導人 然後也有一些做關戲的 知名度比較高一點的 比如藝爾山 有張宏艷 兩位都是新民工作者 曾經做過 也有運偉程之類 也有些學歷高等等 這些是做關戲的人 所以不跟火花挺好玩的 是是 但這個戲好像你們不是做很多場 是嗎 沒有法呢 一直大家就比較忙 是 我們也希望能夠多些 業界或者社會人士 有興趣來看的 因為我們不僅是 講自己內圍的事 也希望 新亞校友之外的人看 我們也深信是這樣的 都會有好看的地方 情節的確有趣的 所以希望多些人看 但始終現在太多選擇了 做三場比較保險一點 而且都是大場 是 千多位 所以差不多 我希望這個是一個開始 希望很快會見到 真是有新亞孫劇社 但願如此 多謝你 我支持你的 我真是身體力行 我買了票 多謝 多謝 我們下次繼續談 下次回來再談 下次回來再談 多謝